谢谢陈大的邀请 很开心今天来主持工作坊的第三场 这个场次我想跟早上有很大的不一样 但是又有可以互相对话的地方 早上几位的研究者跟报告者 为我们铺陈的是一个关于西藏流亡社区 或是这一群这个群体的一个大的结构 社会结构的一些相关的政治经济教育社会 甚至医药这样的一个背景 那到下午之后 特别是透过刚刚这个新子的这部影片 会帮我们带到一个比较聚焦在某一些特定群体 跟特定的素材上 用不一样的方式去认识 这个西藏的流亡社群里的人 跟这个就是透过一些文本跟素材 那这个场次的三位这个报告人 跟他们要进行的题目 我觉得也非常有趣 就是像等一下第一位要报告的林立方导演 她是一个纯粹的创作者 那第二位那个邱宗怡 她是一个影像工作者 但她同时也兼有研究者的身份 那第三位张淑丽老师 是陈达外文系的教授 那她就是用研究者的身份来看 所以他们三位不同的这个身份跟视角 然后用不同的媒材 包括动态的影像记录 纪录片 然后静态的摄影作品 以及这种跨媒材表达的这种 结合了文字跟绘图的这种漫画 这个所谓的难民漫画 所以都会 然后这个根据他们各自的关心 然后用这个透过这个视觉化的素材 去表达他们有一些 他们想要探讨的问题 那我就不这个时间非常宝贵 我还是把这个留给这个主讲者 那不过我还是先为大家介绍 我们第一位接下来要进行分享的 就是这个刚刚我们看到的 新子的这部影片的导演林立方 那立方其实非常从非常早以前 1999年她就开始进行 这个西藏的相关的藏传佛教僧侣 在印度的学习跟生活的拍摄记录 那我自己也是 之前其实最比较先看过的 其实是她2017年的这一部 尊马尊马 我和他们在喜马拉雅的夏天 这是记录一群这个所谓 我们说比丘尼的生活 那今天我们看的这个新子 是她比较早期 2004到2005年完成的作品 好那我们现在就请 那个欢迎立方来跟大家分享 她要跟大家介绍她拍这部影片的一些心路历程 好欢迎立方 各位大家好 我先开始先讲 就是说我拍这个这个纪录片的起源 我是在1999年第一次呢到印度 然后呢去了菩提加业 我这个是有一点不小心就到菩提加业了 然后在这之前呢 我对西藏是完全没有概念的 那我在1999年我记得我是一月份去的 一月份到菩提加业 然后我记得我到了那个大佛塔 那在大佛塔的时候 我就看到了很多喇嘛 做大礼拜 那我就觉得非常的震撼 那时候的 那时候的 菩提加业就是佛陀 佛陀成佛的地方嘛 然后那个时候的喇嘛都是藏人喇嘛 然后呢我也看到很多流亡的藏人 他们就穿着西藏的衣服 然后就出现在那个地方 因为菩提加业对他们来说 就是说如果他们从西藏来应付的话 他们除了第一个最初是要见达萊喇嘛 第二个就是他们要到菩提加业来 来朝圣 这是最重要的 然后做大礼拜 然后那个时候我看到那个 喇嘛那个做大礼拜 很非常的震撼 然后呢我就开始 开启了我做那个生旅 就是拍黑白照片 记录的开始 因为这些喇嘛 那个时候就说 很多他们是就说 从南印度啊 各个地方来 然后对喇嘛们来讲 就说他们能在菩提盖亚 完成十万大礼拜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然后我记得有个喇嘛跟我讲 他说这个菩提盖亚 是一个红色的世界 就说因为那个喇嘛 都是穿红色衣服 他说我没有回到西藏 可是西藏在我眼前 因为你在这个菩提盖亚 看到的在那个时候 因为那个冬天高是朝圣期间 都是喇嘛 那都是这样的 然后很多西藏餐馆 然后他们那个西藏餐馆 都是搭那个棚子的 然后比如说什么拉撒餐厅啊 什么安多啊 什么青海啊这样子 那个东西对我来讲 很震撼就对了 然后呢我在那边呢 也遇见了那个 波卡伦波切 因为我遇见了一个台湾阿妈妈 然后她就带我去见波卡伦波切 可是那个时候我是都很懵懂啦 印象最深刻的还是 就是说 喇嘛做大礼拜给我的震撼 那就从1990年开始 我就从2000年 2000年 连续三年我都去菩提家业 然后拍照这样子 后来呢我就决定了 在这时候我本来是 我本来是在天下杂志当摄影 摄影记者 然后已经做很多年了 也做了六七年了有 七八年 然后我大概在是2001年啦 我就做了一个决定 就说我想要做纪录片 就说因为我好像 就是他们就是很吸引我啦 我现在回想啊 就是这个就是有一种 好像莫名的吸引力这样子 然后我就决定说 我想要做纪录片 然后一路生旅的生活 这样后来我就去念了 那个台义嘛 去念台湾艺术大学 有一个应用媒体研究所的电影组 然后开始做了这个纪录片 然后呢 辛子呢 就是我的毕业制作 然后那个时候我去 其实我到我正需要去拍辛子的时候呢 我来过这个试验两次 一次是做田野调查 然后另外一次 第一次是也是 无意中就说去旅游嘛 然后去的 可是那时候都没有想 就是说我 我其实没有想过说 我要来这边拍纪录片啦 但是我第一次就说 做那 第一次就说 来这个社会的时候 我跟小老妈他们就相处很好 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刚好是 在做一个法会 他们过年年底 有一个玛格拉法会 那这个玛格拉法会的时候就说 他就说要连续七天七夜 送金不能断 那因为小老妈他们很小嘛 所以他们就是只有在大老妈 他们休息的时候 他们才要送金 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小老妈他们都当作在玩耍 然后我就是在那两个礼拜呢 我都跟小老妈们在一起 然后也建立了一个 好像有一个很印象的深刻啦 后来呢 等我去念研究所的时候 当然我念研究所我就很确定说 我是一定要拍 跟藏传国舅有关的纪录片嘛 我其实 然后那个时候有 因为那时候认识台湾辣妈嘛 他们有三个辣妈 在这个名利是出家 然后他们就有人跟我说 那如果你拍 你可以来我们试院拍这样子 那就因为这样的一个因缘啦 那我就去见了那个 波卡仁波切 然后做庭业调查 那因为你知道 我觉得那个藏人这个 无论试院也要 或藏人之间 我觉得他们是一个 好像很封闭的社会 就是说都是要靠人介绍 才有办法 然后那个波卡仁波切 就跟我讲 他说 如果你要来拍 这个来我们试院拍纪录片 他说这是一个生团嘛 然后你是一个女生 那他说 而且他有问我有没有皈依嘛 那我就说我没有 他说那你必须要皈依 成为我的弟子嘛 那你这样在这个试院 住在这个试院的话 那你这样好像是比较适合啦 比较民众严肃 那后来我就答应了 我就说好啊 那我就皈依成佛教徒这样子 那我拍那个小老妈 那时候去的时候就说 波卡仁波切 对我就是说也是非常的 给我一个很大的宽容嘛 他就是说拍什么呢 就是我就是进入他们的生活 他都没有管我 没有跟我介绍说 你建议说我要拍谁拍谁 都没有 我就是跟他们进入 我就是跟他们一起生活 他们上课我就跟他们上课 他们玩手啊 我就跟他们玩手啊 然后每一天每一天都在一起 但是我后来是住到三角下 没有住在寺院里面 第一次第二 我第一次到寺院 第二次到都住寺院 那正式开拍的时候 没有住到寺院 住在三角下 然后但是每一天都上山 我就是跟着他们的生活作息 这样子 那我觉得我的感觉就是说 那我跟 我现在回想说 我拍那个寺院 感觉比较像是我跟那个小喇嘛们 好像我们共同在拍这个片子 但其实我们语言是不同的 他们 我讲一点点英文 他们讲站稳 可是那个地方是很纯粹的嘛 因为它原本是有闭关中心嘛 然后这那时候也没有手机 没有电脑 什么都没有 那我觉得人跟人的关系 其实很紧密啊 常常我觉得 我跟那个小老妈他们的沟通 好像是用老婆沟通 反正讲话 我讲英文他们讲站稳 可是都懂了 都懂了对方的意思就对了 还有当然是因为 我每天都跟他们在一起嘛 所以有时候拍那个法会什么的啊 然后因为我一个人嘛 常常又有不同的视角啊 那小老妈他们都会帮我看好视角耶 都跟我说 等一下那摸起来 你要从哪边 你要去站在哪里 你就可以拍到前景 或是说我在 你说拍什么 然后没有注意到其他镜头嘛 还有一个他们都会在旁边 跟我说 就会提醒我就对了啦 所以我那种感觉是说 我是跟他们一起生活 跟他们一起工作 我没有觉得说 好像我是一个外地人 然后我来拍他们这样子 然后让我比较印象深刻的 是有几件事情在拍摄上 是那个电筋啊 电筋状内就是说 回席金有没有 在妈妈怀里啊 钻来钻去那一个 电筋状内就是说 有一次啊 因为他们小老妈很喜欢吃摸摸 就带着很喜欢吃 有点像针角啊 然后在那市面旁边有一个小店嘛 那我就常常带他们去吃摸摸这样子 那有一次我带小老妈他们去吃摸摸 然后大家都都叫好再吃了 电筋才进来 那我就就要叫一份给电筋 那电筋说不要 为什么 因为我已经结完账了 我已经叫完了 那所以他不要 他觉得他要自己负 那我就不要啊 我就说没关系 没关系 你再叫我 就再叫我负账就好了 就我坚持这样子嘛 那就吃完以后呢 出来的那个小店啊 电筋呢 特别呢 去买了那个饼干 送我这样子 然后我觉得 那个让我好震撼了 那时候的餐是说 哇电筋那么小哦 他怎么都 他就表现就是说 他就懂得就是说 好像他跟人交往 他不占人家的便宜 就是他有一种正气 这个让我很 就是很印象很深刻 到现在 就是说可能 我那个时候 其实我已经在社会 社会工作那么多年 我好像也很少 很少去很深刻思考这个问题 就是说有一个那种 好像自己有一种界限 就是说跟人相处 是不能让别人吃亏的 所以电筋这个行为 让我印象很深刻 那那个在片子中 就是说 我们呢 去了袭京嘛 拍电筋嘛 还有蒋样嘛 就是说另外有一个 那个妈妈 蒋样就说 在宋北的时候啊 那个妈妈不是就说 站在那边看蒋样 离开吗 然后那个蒋样的妈妈 也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我的深刻就是说 她后来有影响到我 就是她家不是很穷吗 她穷到那个在片子里面 不是拿一个盆子吃饭吗 然后呢 拿一个盆子吃饭 就表示说 他们家只有几个人 只有几个碗 她没有 因为我们 我们的到来啊 就我嘛 还有一个 喇嘛 就是确诈颠配 就是台湾喇嘛 当翻译嘛 多这两个人 他们连多两个碗都没有 所以她妈妈用那个盆子吃 就说这么穷 可是她家非常非常的干净 然后她们家 就说 她妈妈就说 她们家除了买糖 买衣服啊 买布啊 这个衣服 这个要去买以外 其他的 所有的菜啊 牛奶啊 米啊 他们都是自主自给 然后那个妈妈 非常的谦卑嘛 有一种美德就对啊 就是说 我也很大的震撼 就是说 我没有见过说 一个那么穷的人 可是家里是那么干净 那么的有一个德性 因为像我们在拍摄过程中 她妈妈 我们在 我在拍摄过程中 有时候就说 如果哪里 我觉得不够 或是怎么样的啊 她妈妈都很愿意耶 她就都因为说 没有关系啊 就很照顾我们 然后就会觉得说 如果哪里需要她帮忙 她都会愿意帮忙 因为她就会说 我们把事情 就是说 我们既然就要 把她做到最好 这都让我很震撼 就是说 哇 卫视她 那么的贫穷 那么的干净 那么的有德性 那个影响 我就说 比如说 那样的拍摄 后来影响 我就说 在我的生活里面 好像是说 生活中有一种高低潮 可是 如果在低潮中 你就越觉得说 那你一定要把家里打倒得非常干净 一定要把自己的生活弄得很好 无论在最低潮的时候 对不对 就是说 自己人的生活跟你的心啊 这是要在一个最好的状态 我觉得是她那个妈妈 给我有一个很大的影响 这是到现在 因为她这个已经是 你看她是2004年 现在2027年了 然后我现在回想里面 到现在 她有影响到我的 就是这两件事情 还有就是说 当时我觉得 拍那个新职的时候 给我很大的影响 就是说 比较是反而进入 好像表面上 我是在记录他们的生活嘛 是不是 他们的教育生活 但是我觉得 对我来说 她也另外就说 好像 开启了我 一个生命的旅程 因为在那个环境 她对我来说 好像可能是自愿吗 还是她 就是她有一种很神秘 又很生活 又很纯粹的环境里面 你自然而然 就说 我开始会去 好像 开始思考 比如说 我会思考说 那我是谁 我为什么来这里 我为什么要拍这个片子 就是你开始会 思考很多 自己内心的问题 因为在这之前 比如我的工作 我们是一个摄影记者 我们永远就是想的是说 我如何拍到最好的照片 我如何拿到新闻 是吗 就是说 都是对外完成嘛 但是其实是很早 很少关照内心的世界 所以我觉得 那一次的那个学习 就是说 那一次的纪录片 就拍摄 就是说到现在 那我觉得 对我影响最深刻的是这个 然后在拍摄上 我觉得印象还比较 还有一个印象 比较有意思的 就是拍那个 我们拍那个画面 就是拍片头跟片尾 有一天呢 我就是跟老师讲说 我想要拍那个 寺院啊 整个场景嘛 那那个要到另外一个山头 然后可是呢 那个喇妈们啊 就说 那要背器材什么嘛 当然需要比较年纪大 就大喇妈们帮忙 可是他们都在上课啊 那那个老师就说 你可以带三个小喇妈去 这样子 然后我就跟三个小喇妈商量 然后呢 他们就很有意思哦 他们就安排了呢 他们就跟我说 你要把那个脚架放在寺院 本来我还想说 我要上山接他们嘛 接他们下山嘛 因为那个要上 那个是在另外一个山头嘛 我想说那我要到寺院 隔天明天早上 我去寺院接他们 然后下来 然后再走另外路上一个山头 那小喇妈他们呢 讲到他们就 就跟我说 你明天 你的脚架 今天都不要带下去 明天呢 我们帮你带下去 你只要在三脚架等我们 你就好了 这样子 就是他们都很有想法的 然后我就三脚架等他们嘛 然后呢 他们就帮我背脚架下 而且他们每个人 自己都带着那个饮料 就分配了 我记得亚敦呢 还带了一瓶汽水 然后他们自己带了水果 就像他们要去郊游就对了啦 然后呢 他们就 我们就 左另外调入到那个山头嘛 那到了山头 我就去专心拍我的画面嘛 就他们三个就在那边玩 就自己在那边玩 就很高兴嘛 他们向他郊游 然后就很自然 我就拍到了那个画面 这个也是一个 到现在是让我觉得 很印象深刻的事情 然后呢 这个片子呢 拍完以后啊 其实拍完以后 伯仁波切就过世了 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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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是一月去的嘛 伯仁波切 我是一月去的 然后我记得我四月回台湾 然后我在剪接的说八月份啊 我就听到说伯仁波切过世 然后到年底 后来到年底 那个蒋样妈妈 也过世了 所以那一次我去习津啊 拍他们送北啊 然后就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就真的是送北啦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印象 就是说还是印象很深刻的事情 然后后来呢 这个事情过了 你看到了20... 我2019年年底啦 就这个事情过了十几年嘛 然后呢 我陆续又拍了新纸 然后又拍了朝圣者 又拍了终嘛 其实我拍新纸的时候啊 我拍完的时候 我心里是想说 我要回天下上班了 我要重新当一个摄影记者 我把它当作说 那是我留心的一个旅程 我心里是这样想的 可是我没有想到 就是说拍完以后 我会又继续拍 就真的一直拍纪录片下去 或者中间那样有拍别的 然后又继续拍朝圣者 拍终嘛 这是我自己想都没有想过的啦 然后我在20... 可是我拍完那个终嘛的... 拍完终嘛以后呢 我心里是想说 我不要再拍了 就是好像是西藏三部曲够了嘛 然后呢 我就有一天呢 跟我的朋友去国富纪念馆 看一个西藏节目 他刚好像什么西藏节庆就对了啦 在国富纪念馆有一个什么 西藏的表演的那个 的节目这样子 演唱会啊什么的 然后我就跟我朋友讲这件事情 说我已经想清楚了 我不要再拍关于 正常佛教的纪录片了 因为我拍这个 《正常佛教》的纪录片 并不是说 我是一个好像很 很虔诚很狂乐的教徒 并不是这个样子 我就是单纯就说 好像一直对修行者 修行者的生活啦 修行人的生活 我就是有一个很大的兴趣这样子嘛 然后他好像是有一个很大的磁铁嘛 就好像一直吸我 就一直往前走这样子 但是我后来就 但是你到竹马拍完以后就觉得 那应该过了嘛 好像到一个阶段 那我就跟朋友讲这个事情说 我已经决定了 我讲完我决定 电话就响了 那个台湾阿嬷很久很久都没有打过电话给我 他就打电话给我说 那个米利式的管家来台湾耶 他想见你 然后呢 我就 我就很快哦 隔天就去见了 然后他就跟我谈说 那个小波卡仁波切转世嘛 希望就说他现在还小 然后希望我去帮他做一个记录这样子 讲到小波卡仁波切就说 还有一个 要我刚才如果讲 就是说 我在2015年去 又去菩提嘉业 就是为了拍那个 就说女性修行者 就是说我做了那个 那个调查 那个时候 那一年 2015年 刚好碰到波卡 小波卡仁波切 他的认证点 在菩提嘉业 而且我有去拍了 他那个本来就说是 他没有开放给外面 就说你不能随便去拍的嘛 然后就少数人 可以拿到一个摄影证金去拍 然后那时候刚好就说 有台湾阿嬷帮我 他就说那你 就反正他就弄了一个 一个这样的证件给我 这样子 后来就是管家呢 他就是帮我 就是叫我就说 就说去 能去看看 波卡仁波切 然后帮他做一个记录嘛 然后反正后来我就答应了 然后呢就去 本来只是想说 那好嘛 那去看看 后来跟我的制片人啦 我们又讨论嘛 就说那还是把它做成一个记录片 所以我就在2020啊 1月份 又去了这样子 然后一直到3月 大概大概两个多月嘛 快三个月 然后才回来 然后也是就是跟拍了 这三个月就是跟那个小波卡仁波切 去了很多地方这样子 我们又重回菩提卡 又去尼泊 又去习近这样子 去了很多地方这样子 因为这个时间有限 我现在讲到这里这样子 然后那个蒋漾 我要交代一下就说 因为后来蒋漾他们都长大了嘛 这是蒋漾 因为这是在法会上派说比较严肃 后来蒋漾他现在也是当老师 已经佛学院毕业了 然后当老师 然后也开始娇小辣骂这样子 那就是丁金酒呢 他现在他也是完成闭关了 就是他们要3年3个月的闭关嘛 还完成 然后他现在在那个寺院里面 就是有点当那种 有点像当教务主任 训导主任就是在管秩序的这样子 大概还有这个亚敦 哇亚敦很有意思 最小亚敦啊 我觉得亚敦还是很有意思 我跟亚敦说 他那小时候就很喜欢 那个普卡伦波切那个说法 他觉得那是他一生的 好像他就是他的偶像嘛 然后他就希望有一天 他希望他也能跟那个普卡伦波切一样 就说是很会说法 然后呢 我觉得那个亚敦 我觉得亚敦呢 有一天我跟亚敦聊天嘛 我跟亚敦说 因为我真是去特别辛苦 因为我们两三个人 去了很多的地方嘛 我就心里想我年纪这么大了 哇我一个人憋那么多器材 有必要这样子吗 然后我就跟亚敦讲这件事情 我说哎呀 我为什么要拍这样子 因为太辛苦了嘛 然后那个亚敦呢 就讲了一个 他就说 他说能做这件事情 其实能来就说 能记录生女的生活的 拍这样纪录片的人是很少的 有些人呢 因为他还是有些条件嘛 有些人想拍 但他可能因为他工作的关系 或家庭的关系 没有办法 你呢像你这样能 有这样的条件 又有这样的技术 然后又能这么单纯 然后有这个时间呢 真的很少 所以对你来说 其实这是很珍贵的 他说 而且呢 拍一个好的片子呢 这是一个好的循环 他就说 因为他这个对别人来说 对众生来讲 是一个好的循环 是有利益的嘛 然后呢 这个循环呢 他会回到你身上 他说对你对这个宇宙 对这个世界 都是一个好的循环 我就觉得 哇这个亚登真的好会说 跟小时候一样 怎么会说道理 然后呢 我就被他这个 也就是被他 这样跟我说 也有让我 好像我的心就安定了 这样 用这个小故事 也来鼓励大家 就说 我们做什么事情 总是会有一种 好像会 也是有一种怀疑嘛 但是讲就说 做一个事情 只好你很认真去做 那它是一个好的循环 就是说对别人有利的 这是一个好循环 那这个循环总会回到自己身上 对这个世界 就产生一个好的循环 好 谢谢